为了落实居住正义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行动市政会议上宣布 将会实施客屯房税 非自用的住宅三户以下 这税率会从现行的1.5%要提高到2.4% 而四户以上则是3.6% 受影响的大约统计会有8.7万人 10.6万户 可以增加4亿多的房屋税收 而这笔钱会作为租金补贴 要减轻租屋族的经济负担 想买房真的好难 为了落实居住正义 台中市长卢秀燕 上午在行动市政会议上宣布 17号已经发布 屯房税修正草案公报 提高非自用住宅税率 如果是三户以下 三户以下 当然不包括自用的 三户以下的 那我们会提高到2.4% 从1.5%提高到2.4% 如果你囤的房子是四户以上的话 税率是3.6% 3.6% 那会受到会有多少人受影响呢 大概8%的民众 非自用住宅税率最高达3.6% 受影响的约有8.7万人 10.6万户 市长陆秀燕强调 调高非自用住宅税率 是为了抑制房价不断攀升 让弱势民众及年轻人 更有机会买得起房 接下来市府还会办公厅会 听取民众意见 并将囤房税修正草案 送交市议会审议 最快今年7月颁布实施 预估可以增加4亿多元的房屋税收 而这笔钱也将作为弱势民众 或年轻人的租金补贴 减轻租屋足的经济负担 大概我们可以克制到4亿元 4亿元的收入 可是4亿元我们不会拿来做其他使用 我们就是继续做居住正义 因为有些民众 若是民众他要租房子 年轻人要租房子 我们这4亿元会投入租金的补贴 租金的补助 这项自治条例修正草案 已经进入预告程序 除了自住公益出租维持税率1.2% 劳工宿舍学生宿舍包租代管 税率还是1.5% 是否透过克屯房税 要落实居住正义